各種科學關卡與骨牌的巧妙結合 是讓在場的觀眾都相當驚豔 這是於竹山高中 辦理的思源科學創意大賽 PLUS中區副賽 思源蠻特質的就是說 他要先寫一個故事出來 然後再有故事去發想實驗 所以說我們必須來活躍台灣為主題 所以設立出這一連串的實驗 你可能看出來他可能跟台灣沒什麼關係 可是實際上他卻是有一些特殊的含義這樣 我不想就是很單調的去做一些科展 或小熱門的東西 然後我們比較想要多做一點實驗 然後有一點手作的機會 所以就參加了這個比賽 我們原本都不會鑽木頭 然後或者是就是用一些 平常大人不會說 就會叫我們不可以用的東西 什麼打火機 熱熔槍 焊牆 對 就是學會很多新的技能 本縣竹山高中的師生 此次是第三度參賽 從中區13支精英隊伍當中順利晉級 將參與22日的全國賽 學生要學得很多種的能力 然後也要臨場地做判斷 對我們竹山高中的學生來講 其實也不太難 我們鄉下學校的學生 也可以做得非常非常的好 其實學生參加這個科學競賽 這個比賽跟其他比較不同 學生要自己去發想 自己去把科學實驗變成一些好玩的遊戲 然後並且設計一些關卡 我覺得這個對學生的這個啟發非常的好 此次競賽主題為活力台灣 今年各參賽隊伍 是向台灣自然特色 人文歷史 風土民情 及美食文化等融入關卡設計 增加作品的可看性 最主要是提倡做中學 讓高中孩子把他物理化學所學的 這個科學的原理 讓他能夠呈現出來 那呈現的方式呢 要能夠用活潑啦 有創意的方式來呈現出來 那最重點還是提倡做中學這樣子 來代替教室裡面的學習 有所謂的不足的地方 那這樣子無形中 學習者會比較有樂趣 我去以後比較有意義這樣子 脫穎而出的優勝隊伍 將參加本月22日 在新竹縣竹北高中 舉辦的全國總決賽 議長和勝峰 歡迎鄉親到場為竹山子弟加油 並欣賞各區搶手 精彩的關卡設計 迷虛從新宜竹山採訪報導